字幕提供 郭同學 老師好 不要不要講話老師不要這樣 你以前有上過一點點的攝影課嘛對不對 籃球通常他拍照的主要的鏡頭大概都長什麼樣子 這樣啊 我們大概都是中距離的望遠鏡頭 這三顆都是Sony的系統 有比較小一點的機身 拍照就是要設定一些參數 通常我們最簡單的就是 光圈很快的感光度 感光度就是人家叫ISO 那光圈通常是盡量可以開大就開大一點 因為怕避免光線不夠 感光度我們先調成3200度 我們進去再進行微調 有拿過相機嗎 有 那我們拿一下正確拿相機的帽子 拿相機的姿勢我是可以的 但拍起來可不可以就不知道 是120個讚 對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焦 你們看到欲信哥在那邊 我們這一個有一個AF按有沒有 它如果鎖定的東西 它就會一直跟著那個東西跑 所以是按著嗎 對一直按著一直按著 然後比如說快要跳投的時候 你再按下去 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每秒 臉拍有20幾這樣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再試試看 你跑一下 好正面正面 然後就是按著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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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成功機率就不低了 那因為你自己是選手嘛 對 因為 教過那麼多人 沒有教過選手 所以 我不知道選手的見解 會不會跟我們不一樣 搞不好他會拍出 令我們驚豔的東西 不用不用不要這樣講 也不一定 不要這樣講 急後悶啊 那你就是看準時機 然後抓好你的構圖 然後我們就直接按下去 好 那你過去常常看 你被拍的照片 有啊 打球通常是這樣 很激烈 很激烈 對啊 記者很壞 都放臉歪的 記者很壞 我們今天就結論 你怎麼會 不要說 你怎麼會 可是你們真的會討論 你照片說 你說球員嗎 會啊 我們都滿會把那種 很醜的傳到群組 大家不想笑這樣 來 這個是你的 然後這個回答 好 已經開始了 開始了 這要拿直的還是拿橫的 你直的試試看吧 直的可能會比較沒有壓力一點 好 先從籃下開始 對面的可以拍橫的 對 OK 我到現在還沒按下幾十塊 有嗎 沒有 我剛剛對焦 我就有點 他現在就是 你看嘛 比如說這個7號 先鎖定他 然後他就會跟著跑 好 他像是這個 哇 他如果有一些比較 興奮的臉表情 或者是手勢啊 或者是汗啊 沮喪啊 都有可能 所以應該你都自己都經歷過 對 你如果覺得 值得不習慣 你可以其實從橫的片拍子 然後稍微拍爛一點 對 等一下要後製 就進行裁切 重點是焦點的掌握 嗯 對 對 有拍到嗎 我有按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拍到 對對對 還不錯 但是你 你如果 你要放大的話 看到有沒有對到焦 喔 那這個焦點 有一點跑到後面這一個 很方便 那你看我拍的 那拍的是這樣子 喔 對 有同一個tempo了吧 好蝦勒 專業的不一樣 你看我拍的 哈哈 可以 練習 練習 這裡拍 你會拍 剛剛在那邊 可能只能拍 那個角落的拍不太到 嗯嗯嗯 那個赤腳就會受局限 我如果覺得一直拍得不好 我就換換手 不用換角度 對換角度 沒拍到我沒跟到球 沒跟到球 我要直接拍的時候 他就纏走 哇 啊 看一下 啊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那像我喜歡的 我可以把它 打星星 冰山就是打星星 你也可以這樣做 對 出獅了嗎 嘿 有FU了 稍微 可以換換姿勢 很酸 那個 記者這樣跟 剛剛在專業這樣 欸欸欸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有沒有小孩照片都跑出來 欸不要刪掉 沒關係啦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他的焦點 有沒有準 差不多就這樣子 有時候 會把他旁邊採掉 對對對 所以相機跟鏡頭還是有差 體育攝影有時候 門檻還是稍微高一點 所以這個青台的門檻 是稍微高一點 那輕量化啦 事實上已經比以前的 來得輕了 對焦的反應跟那個都很快 對 你看第一次拍體育就上手 真的 姿勢100 照片 不知道幾分 哇 什麼都沒按到 真的 真的 你在看你下眼 對啊 哇 什麼都沒按到 我沒拍到欸 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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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一些臉部的汗啊 眼神啊 哇 那有時候是 投球那個只是基本的 投球運球那個只是基本的 有時候是 我玩也一直盯著他 比如說有時候三分的時候 我們是 的動作 鎮定 所以有時候 累反而不是身體的 所以一定要很專心 一直去看他的動作 以前有教過 但忘光了 通常我們簡單修就是 用Poloshop 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亂增減東西 但裁切是可以的 裁切 然後增加亮度 瑞皮度 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體育的比賽 他沒辦法隨心所欲 你最好想購物就購物 有時候保險一點 會拍攏一點 就還可以踩 一個範圍這樣子 他的第一張體育照片 不錯欸 有一些報社 或是媒體 他們就要資料照 就是要清楚的臉 焦點是不是也是 嗯 有沒有 哇 這你自己拍的 鏡頭真的 鏡頭很厲害欸 這個表情 這個表情可以 這可以用 氣質很喜歡這種 這個 人家很認真 這種這樣子 我也常被拍這種啊 然後下一張就對到後面去 不過他馬上就拉回來了 我好像有拍到同一個時刻的 你可以比較 那 我有稍微 預防 有時候他 比如說會跌倒啊 很激動 或者碰撞 什麼的 我也稍微讓他 旁邊留一點空間 對 那你拍的 是比較滿一點 像Warsight他們是網路媒體 你們是不是比較喜歡狠的照片 對 擺面 擺面的關係 通常我們進ForeShop的時候 先裁成你號的構圖 然後他就可以 跑這個有沒有 嗯 就可以像這樣子 對啊如果像這一張 他的感覺就是 那我還是會建議稍微留一點點空間 我這一張如果 留一點空間 那 因為他背呢 你不知道 不是很確定他的尺寸的話 這樣會比較好用 那你看 如果 比較緊就容易 就是後續的動作就沒有了 嗯 就是可能會 被擠出空間 對啊怎麼又是哪 欸 他特別經營 不是他比較常學修 啊什麼 啊是這樣子嗎 後來這是側邊的嘛 那 這個位置的選擇 就要看你自己 想要拍什麼 嗯 這個我就覺得蠻不錯的 有沒有 嗯 整個延續動作都出去了 對這個可能是 剛剛那一場 最佳 可是教還是 有一點在前面 對所以還是 可能要練習 啊豬哥他們是 比較喜歡 就是帶一點 很明確的就是 對在某一個區域 嗯 然後一開始我教你的那個是 他會追著某些特徵 就是眼睛 但現在他新的科技 是可以追著臉 好 通常都會希望臉是清楚 嗯 對 因為有時候發稿實力很重要 嗯 就是我們要快速了 把照片發出去 有時候他在那邊 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啊沒有臉的時候 我可能會 就只吃嘴角 但是沒有拍這樣 減少一些照片的量 啊不過也不一定 萬一他 有時候就是有個萬一 人生 就是有時候有個萬一 那這張也還不錯 對啊 但是 焦點應該是要OK的 欸又是他 對啊 你看 他的畫面很多 這張不錯啊你看 這張如果我們把他叫進來 你可以把它裁切的話 那除了裁切以外 他是不是身體有點歪歪的有沒有 對 那我們可以到 然後小朋友這個邊邊這裡 對 旋轉 然後按Enter 就好了 就是有沒有 看起來很專業的照片 那另外一個就是調整亮度 像有一個曲線有沒有 他會跑出這個曲線過來 這個是你 欸這一張照片亮度的分佈圖 其實很簡單啦 你就是把它拉亮的話就是這樣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那個手感 喔喔這樣就會變 但是太多了 對對對 反差要大一點可以這樣 你可以看起來 喔可以這樣看 如果反差要小一點 它那個曲線 你可以記住那個樣子 然後就可以套用 然後另外一個是銳利度 其實這張已經很準了啦 但為了要教學 所以我本來一直跟你講 銳利度在濾鏡 為了要教學 銳利度在濾鏡裡面 然後有一個銳利化 那通常我們喜歡用的是這個 折射片銳利化調整的 嗯 對 那通常我們是調整另一個 那調的時候這裡也會同時在看 你看 你可以極端一點 這樣就很利用 那是顆粒剪除了 嗯 那其實這個你都可以玩玩看 那這樣這一張可以調 這樣可以調多 對你會比較亮對不對 對 然後你其實你在浴室這裡點一下點一下 你可以看到的差異 哦 對對對 你就可以看出調整前後的差異 嗯嗯 這樣有一點感念嗎 有 時間夠用嗎 OK 這還是主要說 可是因為好遠 我們是誰都不知道 就是會拿給你 沒有 我們寫完一張照片啊 不是只有你要看這張照片 那你發出去 人家寫稿需要去用你的照片 那可能要知道一張照片的內容 你如果只是一張照片出去 這個 這個檔名 就只是一個單純的編號 DAI 什麼什麼什麼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在現場 嗯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寫一點 聽說啦 那你就可以寫 欸 約旦五號球員 欸還有名字還有名字 還有中文名 對對對 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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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假設啦 是不是 金日公首巨駕 投進五顆三分熟 要打得這麼詳細喔 這樣算很簡略了 喔真的假的 我說 這是看馬價 喜歡的 喔 對 但你起碼要知道是誰 他做人很簡略 喔 對對對 那這個七妹有點太大了 通常我們的媒體會希望 大概壓在一妹到兩秒 就完成一個工作了 然後再來就看你要寄給誰 或者傳給誰 喔 OK 對 我們這次小日飛第一個認識的外國小天 有多少法迪 欸真的 對 等一下回來就靠你自己 我自己喔 中華蘭你可能挑個 我們比較多五張喔 你滿意的照片 對 要寫多多 對 所以你自己五張照片 所以我們待會就會有在Whatside 我自己看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在拍什麼 中華蘭蘭怪也特意一下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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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想你把牠們在公開